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电影让人温柔 从习以为常的日子 暂时脱离 走进另一个在造的真实 得到旁观他人的权利 我这次选了这两部纪录片 其实是三部 三部纪录片都刚好是摄影师的纪录片 那你看这个夺在镜头后面的人 他的真实的人生是怎么样 然后他怎么样去看待 不是一个剧场式 不是一个舞台式的平凡的人生 视觉的文明就在这些革命家 毫不畏惧的实验中 不断往前迈进 在想说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什么东西在我眼中就像那一面墙一样 就是像那个体质一样 然后曾经也让我觉得喘不过气 但我会想谁是我的老师 然后谁是跟我一起超越这个 看不见的这道墙的伙伴 这是一个充满光的故事 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故事 当你看电影的时候 导演给了你一个完整的观点 然后设计了很多精彩的对白 可以从一个主观参与这个世界的角色 突然间的感觉上是比较客观的 可以看待一个再造的真实 《蓝色大门》吗 或是那个重心摇滚的双面人 然后还有我也很喜欢那个 《阿琪·李斯·雨龟》 对 我觉得这些片影当中 都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转折 就是这个角色在面对人生的际遇 所以来临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 那些判断 往往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瞬间 你已经知道自己无路可退了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一定要往前走 可能本来的怀疑 它会变成是一种 让你可以有谨慎思考的能力 那可能原本的恐惧也可以化成一种 更强大的力量 让你能够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当你发现 其实还有更多选择 可以坚持 可以勇敢 也可以奢侈地逃离 就能更从容面对 不够完美的世界 留下